大家好,歡迎收看第四集由南方東英突藥的ETF教室 我是雪瑩 身邊嘉賓仍然有Alvin Alvin 你好 Hello,大家好 上一集都跟大家回顧 在黑天鵝時或大時代時 怎樣去應用 就是用槓桿反向的產品 這一節又可以怎樣去解說 先回顧你本身公司的產品 好,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 我們剛剛在港交所新上市的產品 就是有一個兩倍的槓桿產品 和負一倍的反向產品 槓桿的兩倍,恆指是7200 而反向那邊的恆指是7300 這些產品都會是七字開頭 72就是兩倍的槓桿 而73代表每天的反向 我們的恆指是00 即是7200和7300 大家可以記住 而另外就是國企指數 國企指數 我們就拿了一個800的上市編號 所以就會是7288 就會是每一天的兩倍槓桿產品 而7388就會是每一天的反向產品 好,明白了 都要說回不是每一時間都會遇到 黑天鵝或大時代 其實本身投資者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一些投資習慣 會不會在做投資策略的時候 都要有些不同呢? 可否有其他的東西可以參考一下 給指標我們家庭觀眾 我想就是說 其實都牽涉到大家本身的投資習慣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這麼多投資者 到底你會在市場升的時候 會再追入 然後尋求一個突破位 會再買市場上去 還是說呢? 通常大家都會在等市場跌的時候 會嘗試去撈底 到底你是升的時候 越買越升越買 越跌越沽 還是通常是等市場跌 然後撈底 然後升回差不多 賺了一點點就放 到底哪一邊的 這個投資的習慣 是會更加容易賺錢 在這方面 其實我們南方東英 做了一點點的研究 我們用2016年 恆指的數據 來做一些 我們叫做指數回測 英文就是back testing 來嘗試給到一些 投資的參考給大家 在這個圖 我們就看到這個叫做趨勢交易 其實答案就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在2016年 大家在市場上升的時候 買入 然後博市繼續升上去 還有在市場下跌的時候 就沽出你的股票 甚至是買跌 等市場下跌的時候 可以令你更加賺錢 你這個策略 會比起在跌的時候 嘗試撈底 會賺得更加多 到底是為什麼呢? 在這裡看看這個圖案 就是說 我們假設如果在2016年 當市場單日的升幅 是超過1%的時候 就是說恆指假設單日 可能是升了二百多點的時候 其實大家看看2016年 恆指單日升二百多點的日子 並不是真的那麼多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如果是用這個 升二百多點作為一個 買入的訊號的話 我們在它升超過1%之後 買入兩倍的恆指槓桿產品 兼且持有五天 然後之後 無論是升跌 我都會放出來的 我在2016年 我繼續做一個操作的話 到底總數我會賺到一個怎樣的回報呢? 我們在這裡就發覺 原來是可以賺到 33.7%的回報 在這個圖上 你可以看到 紅色和藍色兩條線 紅色就是我們這個策略的回報 藍色是什麼呢? 是恆指的回報 你會看看 恆指在2016年 如果你不計算收息 不計算收3.4%的息的話 其實你會看回 藍色那條線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升跌 而紅色的這條線 基本上在2016年 已經可以跑贏了整個恆指 超過三成的升幅 剛剛在這幅圖上面 就說升市1%的時候 就買兩倍的槓桿產品 如果說跌市跌1%的時候 去買入這個反向產品的時候 加加萬萬全年可以賺到多少呢? 是的 這個圖呢 我們只是說 給大家看到 只是買入兩倍槓桿產品 但是如果你說在跌1%的時候 又怎麼樣呢? 跌1%的時候 我都可以買回一隻反向的產品 來希望市繼續跌 而在2016年 我們發覺這個策略 的而且確可以幫到你的投資組合 是賺更加多 所以如果我們兩邊一起 都去用的話 升的時候買兩倍產品 跌的時候買入反向產品 持有5天之後買出 2016年可以賺到超過50%的回報 當然這裡都要說回 這個只是一個指數的回測 當然也不等於未來一定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而兼且我們這裡用的 就是因為產品當時未上市 我們這個是用一個指數 來作一個參考 所以是未計及基金的一個收費 而我們基金收費 每年會低於1%的管理費 好啊 明白 非常清晰 剛剛說的是一個行指升跌幅的 百分比做一個參考 會不會有其他的東西都可以參考 當然除了升幅百分比 我想比較多投資者通常都會留意的 就是一個移動平均線 大家都知道的 當短的移動平均線 升穿長的移動平均線的時候 就是一個我們叫做黃金交叉 而當短的移動平均線 跌穿長的平均線 就是我們叫做一個死亡交叉 在這些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作為一個買入信號 而在這個圖 大家看到 我們是用了一個30天和60天的移動平均線 和大家本身比較常見到的 就是20和50好像有點不同 為什麼呢 通常我們發覺這些技術的分析 如果大家都是使用一個 大家大部分人都在看的指標 你會發覺 通常你賺得到的都會比較少些 所以我們會傾向用一個 另外一個少少不同的移動平均線的指標 來作為一個買入買出的信號 在這個例子裏面 我們就說 當30天升穿60天的時候 我們就會當作一個黃金交叉 我們就買入兩倍的槓桿產品 而當30天跌穿60天的話 我們就說是一個死亡交叉 我們就買入一個反向產品 而這裡你會看到 我們持有的時間是10天 而不是5天 比起之前比較長些 為什麼呢 因為移動平均線本身 都是一個比較長過 長些少 長期少少的一個概念 之前的策略 我們是看單日的升幅百分比 而這個策略 我們是看一個比較長少少的平均線 所以我們買入的產品之後 持有的時間 都會相對長些少少的 而這個策略 總體來說 在2016年 是可以做到25.8%的回報 但是很有趣的 你看回這個圖 紅色的線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是不動的 即是說 其實這個情況 在2016年出現的次數 不是很多次 總共來講 都是出現了四次 我買入 我就持有10天 非常之簡單 已經可以幫到大家 賺到差不多 百分之26%的一個回報 好啊 這個就剛剛都看了一些 就是槓桿的一些策略 或者一些指標 怎樣去參考 另外要看就是 反向的產品是怎樣去應用 之前都有提及過 我聽Alvin說過 大時代除了2015年之外 其實2017年 你都覺得本身 都是一個不錯的trend 可能全年都可以升 但是不是說全年都一直升 有些時間好像近期 有少少的回落 這個時候 是不是都可以選擇 一些反向組合呢 其實反向的產品 我們看得到 無論是其他的國家 或者我們自己做過的研究 發言 就是很適合大家去對沖 你本身的投資組合 那麼在這裡 我們嘗試去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我相信很多散戶 都有騰訊這個股票拿在手 騰訊很久以來 一段時間都是一隻強勢股 相信這個是無庸置疑 大家都會同意 那麼強勢股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什麼呢 就是說大家買這個股票 很多時候都會賺錢的 但是賺得不夠 就是說 當大家可能買入 然後在市場上升得少少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急急腳已經沽了貨 因為當大家覺得 這個市場可能要回調 就已經很快把手上的強勢股 沽了出去 那麼如果這個時候 你是看錯邊的話 如果股市的股票繼續升上去的話 很多時候你已經錯失了之後的升浪 所以這些時候 我們就覺得 大家很適合去用一個反向產品 對沖你的投資組合 那怎樣去用呢 具體一點點就是 假設大家持有騰訊 大家如果看回2016年 5月至9月這段時間 由152升到220元 升幅非常非常顯著 那麼這段時間 如果你拿著騰訊 但是可能短線 你覺得市場要回調的時候 我到底應該怎樣做呢 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買入一個反向產品 而不是沽出你手上的騰訊 那麼這個做法的好處呢 第一就是好像剛才所說 就是說 如果看錯邊 市繼續升上去 你不怕錯失了這個升浪 那麼大家可能會問 我拿著反向產品 那麼其實就是 市就算升上去 股票就算升上去 我都是通常沒有什麼賺 沒有升沒有跌 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會發覺不是的 因為通常你的股票 真的強勢股的話 它會升得多於指數 我們這個是恆生指數的反向產品 所以如果你真的做一個對沖的話 股票升上去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升多於你的反向產品 這個是第一個優點 第二個優點就是說 我們買入反向產品 而不是沽出股票 反向產品是ETF的一種 所以是不收印花稅的 所以說大家買入這個產品 而不需要沽出騰訊的股票 所以在這裡也可以再省來那個印花稅 所以這裡是兩大的優點 好啊明白 都有很多的優點 我自己聽上去都覺得挺有趣的 如果我想了解多些 又或者是想試一下你們的TES 自己究竟是贏多些 還是虧多些的話 可以怎樣做呢 剛才所講過的一些策略 譬如說升1%還是1.5% 或者到日底買入之後 持有5天還是10天 還是更加長的時間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話 都可以上來我們南方東英的網站 即是www.css.com 我們在一個網站上面 會提供一個模擬器 這個模擬器可以讓大家選擇 在過去幾年的時間 自訂一個日期 自訂一個升跌的買入訊號 持有的時間 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到底在這段時間 我怎樣可以用過反向產品和槓桿產品呢 看看那個回報 是否可以跑贏到指數 好啊 謝謝Albert 1連4集的ETF教室裡 跟大家講解了這麼多 槓桿反向產品的背景和細節 怎樣去應用 我們就是4集要暫告一段落 如果想重溫節目內容的話 可以上去我們的官網 www.bschannel.com 稍後時間再和大家見面吧